你去吧 你去吧 走啊 我不去 我得回家 你说完了 我回家吃饭 我请客 有一出没一出的 我真 这叫请客 好意思 有的吃不错了 你不就要我帮你想方案吗 其实你的方案我早就想好了 我早知道了 我就等着你狗腿吐香牙了 你看啊 他们不是给每一个会员 有一万块钱礼品的额度吗 咱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啊 取得点 也别送什么自行车了 就买男士专用跟女士专用的礼品 通用的跟中性的都不行 为什么 你想啊 这场办活动的时候 可以现场抽奖 但是这个抽奖 抽到的不是给自己的 咱们可以比方说 用抛手球的方式 抛给一个你看中的异性 让他来帮你抽 然后呢 在派发奖品的时候呢 弄点手脚 比方说你抽到的 就是给女性专用的礼品 那女生上来抽到的呢 就是给男士专用的这个奖品 那你想啊 你在现场看到一个漂亮的异性 你把手球抛给他了 然后你抽到的 又是女士专用的用品 那你是送给他呢 还是自己带回家呢 送给他呗 对啊 那现场气氛还不热闹吗 就跟闹闹房一样 这个方案有点意思 你还是真的很厉害 行了 我可以回家了 你还没吃呢 不用了 那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不得听啊 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完美 我非常满足 再见 你这是谢莫杀驴吗 你是驴吗 你不陪我了 我不是 我是 你找这个 再喝点吧 我 我 我 大哥 大哥 妈 两点了 帮我走吧 难得嘛 久风知己千杯少 现在是话不投机 笨最多呀 再陪我聊个五块钱 你看你的样子 你都没电了 你聊什么聊 你 你赶紧的吧 你现在再也不走 我回不了家了都 那么着急回家干吗 你老朋友不会跑 我就是 我就是害怕回家之后 又遇到江慧 对 特别烦 我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不就这假事吗 好 我拿出点绝活 我看来今天是受不了场了 我觉得你现在被 被这个爱呢 弄得跟关北洋反目成仇 由于爱和江老师 让他独守空房 要是我现在就回家 如果江老师就真的 给你在那儿开门 你就把他 收了 不行你就去关北洋那儿 把他收了 都不行 你现在把我收了吧 滚 谁到了 你怎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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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 吓我一跳啊你 嗯 那么多晚了你还没睡啊 你不回来我能睡踏实吗 又喝多了吧 来 快接起酒吧 喝到没喝多 这让张宏欣帮我耗他 就江老师把他逼得回不了家了 江老师 江老师又怎么逼他了 早上中午晚上都送饭 弄得跟他们家保姆似的 那张宏欣是不是特别感动啊 对 都感动死了都 你看 我就说嘛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啊 那就得死期白亿地对他好 我这主意出得不错吧 我就觉得这份不对 你说的主意 对啊 你怎么那么能帮盗王啊 我怎么帮盗王了 张宏欣为什么跟江老师好啊 为了稳住他 不让他自杀 对啊 已经稳住了 下一步就是让他们俩 脱离这种关系 我现在正在帮着弄这个事了 你怎么回事你啊 丁长江啊 你说说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命差十座庙 不毁一桩婚 你知道不知道 婚什么婚啊 那张宏欣他不喜欢那江辉 这种事你怎么能强求呢 他看着他他就有生意反应啊 你站住 我跟你说话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给张宏欣出馊主意 瞎搅合 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能让我去睡觉吗 他有事都是哥们儿是吧 哥们儿向你求救 那你能不能帮忙啊 你能不能帮忙啊 哥们儿明天你就跟他过去吧 对吧 也不是说你 我进去 今天晚上睡沙发 关灯 都走不上去了 我关灯 都走不上去了 我关灯啊 你下午跟温莉莉说啊 那个活动我不去了 太累了 让我休息一下 别别别别去啊 要不得嘴人 活动计划早就做完了 为什么还要这个部门主管参加啊 温莉莉也不是为了工作去的 那他为什么要去 满屋的单身土豪 他去赚会费去了 那我为什么要去 因为你也是单身 你可以去赚会费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 因为我陪你去啊 我们去感受一下 满屋的单身土豪 他去赚会费去了 梅兰竹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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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妖叫包使啊 你问我为什么 我就想杀人 你问我吗 各位男女嘉宾 各位帅哥美女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首先呢 本人请在表会网站 对所有男女嘉宾的到来 表示最最真诚的欢迎 欢迎你们 今天呢 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是自由活动的 这个一个环节啊 你们找到你们心仪的那一位 留电话 留电话 留名片的 留名片 稍等片刻呢 就是我们活动的高潮部分 摸彩 你们大家将获得 我们网站 精心为你们提供的 精美奖品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 高兴 高兴 来不开心 开心 掌声在哪里 加油咱们来回来见 我去那儿走走啊 去吧 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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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陆总 关小姐 陆总 你也来相亲啊 我也在这儿搬了证卡 怎么你也是 没有 没有 我陪朋友来的 有饭 来 相亲 小姐 你好 你好 到现在 谢谢 这种相亲可真没意思 我看跟商务就会差不多 一顿胡相递名片 说的都是 以后有机会合作 你先被一个看上眼的 张三太风流 你死太傻了 这太胖了 这太老了 都不靠 我都跟你说了 这种东西就是不靠 我妈非要来 好 最近的各位帅哥美女 咱们的莫奖上节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帅哥们啊 到我的右手边这边 来入座 请各位美女啊 到左手边这边来入座 真没意思 要不咱们走吧 来都来了 万一摸上奖呢 去坐会儿吧 行 那我先去趟洗手间 我这 身材太好了 胸牌你先替我贴着啊 万一回头摸奖摸到我呢 那你快点啊 马上回来 莫奖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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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公司啊 特别注重 跟你的这次合作 这不几个负责人都来了 这次真心谢谢你们啊 活动真的是非常地棒 对了 一会儿抽奖活动 马上就开始了 你们去凑凑热闹吧 好嘞 我们这也不是会有好事 当然合适了 别客气 拿着 这是抽奖牌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每个人都能抽到大奖 快进去吧 来 好 那你一会儿见 可以去 尊敬呢 各位女士 各位来宾 咱们的抽奖环节 现在正式开始 等一下呢 我找到一个奖箱 从里面抽取一个号码 中奖的朋友 请马上到舞台上来 但是啊 奖品不能马上给你 我们要找到一位异性 来帮你抽取奖品 这个异性怎么找呢 我们就用抛花球的形式 等一下呢 男嘉宾往女嘉宾那边扔 女嘉宾呢 往男嘉宾那边扔 拿到花球的朋友 请到舞台上来 帮助对方来抽取这个奖 都听明白了没有 对啊 咱们这个有没有意思啊 有 好不好玩啊 有 抓奖环节现在正式开始 是 是 薛总 张总 你怎么出来了 你好 没有 我就四处看看 我刚刚看了一下旁边那个宣传海报 也是老丁他们出的吗 对啊 喂 维卡 真巧啊 我们认识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华盛国际品牌推广公司的路铭 关美杨小姐 就是在替我跟您谈合作 陆总 您好 您好 您也是来参加这个 是吧 是 我是他们会员 真巧 刚才里面人多 我没有看到您来 幸亏我出来透透气 是 我先走了 有机会咱们再聊 好 再见 陆总 好 长治欢送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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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呢 我们再次抽出我们的幸运奖 来看下一位中奖的朋友是谁 谁 十六号女嘉宾 哪位 十六号女嘉宾是哪位 来 中奖 好像是你啊 你是十六号 哪位哪位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那位美女 来 掌声 恭喜 恭喜 送了我们的幸运大奖 来 美女 抬上来 抬上来 我是替朋友来的 她去洗手间了 你再等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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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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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行了 不要紧 来来 掌声 恭喜她一下 太凶了 来来来 不要紧 不要紧 来来 没关系 没关系的 来吧 来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用这个抛袖球的形式 看看哪位帅哥 能帮助我们这位美女 来抽取这个幸运大奖 好不好 来 美女 来 不是 她去洗手间 马上回来 你能稍等一下 不要紧 我们这个规定啊 是可以带亲朋好友一起来的 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 来来来来 来 过去 来 抛袖球 来吧 来 掌声鼓励 鼓励 掌声鼓励 鼓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来 没关系 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 又是单身 来 没关系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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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我 我代替他跑 好吧 没事 来来来 好好好 来 我代替他跑 好好好 行 来 去吧 好 来 三 二 一 球球组 我的妈呀 这位帅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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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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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是 不是我 我是来凑热的 那个 那 那 没 没 没 那个谁 那个谁 这 这是那个谁 那个谁啊 你别害羞 别害羞啊 来来来 不是 他那个 他出去了 我 我叫他 我叫你 等我啊 你 你 你 这都是缘分啊 帅哥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啊 我等你啊 我等你 他们给我出了三百 然后我们选了一百 就 就这百 我们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公司 行 好 好 快 快 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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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这 一会儿聊啊 赶紧 重彩了 重彩了 什么呀 这男嘉宾回来了啊 伤声送给他 伤声送给他 什么叫 给我 什么 鼓励 鼓励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位帅哥 上来帮我们这位女嘉宾 来抽取大奖 好不好 掌声 换 掌声 换 掌声 换 看看能抽到什么奖品啊 看看手气怎么样 来吧 好 看一下 电动剃须刀一部 恭喜 恭喜 不过 这位美女啊 既然你来到我们这个聚会 肯定也是单身 那这剃须刀你是用不上了 这帅 帅哥这么帅 要不要把这个剃须刀 送给他呀 我为什么要送给他啊 我不愿意 不送也行 也行 你们有没有查会员资格 这个人有女朋友 他凭什么来参加相亲会啊 你这个时候有意思吗 怎么样有意思 你吃着锅里头站着玩着 这叫有意思吗 我今天来是因为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 二位息怒啊 今天这是相亲会 这 这不是法庭 咱不能算这个家伙 息 息怒啊 美女 这个我们 你跟着我干吗 那门没开 在这边 咱们继续抽奖啊 继续抽奖 我给你打电话 娘娘 我还问一下 刚才看没看见 有一个男的 有点着急的 往外出 闻之冰冰的 这么高 好好好 行行行 我自己找找 维卡 烫啊 真是你啊 你这儿 来 来 相亲的 对啊 我是来相亲的 怎么不行啊 行行行 当然行 特朗普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也来相亲啊 是 不是 这 这 这是咱们公司 承办的业务 我 我拉来的 这是咱们公司办的 办挺好的 谢谢 那个 那个 您是等人 我等朋友呢 还没出来 那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 我那一会儿去看看 回头再见 回头联系啊 再见 再见 维卡 你去哪儿了 对不起啊 亲爱的 我临时点事 我先走了 走了 没事 酒厂都定好了是吧 你没事吧 我帮我去酒 维卡 你还没走啊 我 我这就走 我在想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 喝杯咖啡 你现在就想和我谈工作吗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 不是谈工作 那你是谈什么 我们既然在这样的场合 见面了 而且之前又有一些渊源 我在想我们不妨 彼此互相了解一下 当然不管我们的关系 发展成什么样 这对我们都没有坏处 你这邀请有点太突然了 我 我实在是没有心理准备 也没那么难下决定吧 我们既然花了那么多钱 到了能收获的时候 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嘛 不是吗 那好吧 我实在是没有 我的车就在外面 请 陈智 谢谢 问你个事 那个 这次我们活动合作的印刷厂 还是韩城港的地方 是啊 怎么了 那你是不是该考虑 换一个合作伙伴 为什么呀 你没注意到 活动现场的印刷品 质量都很低吗 肯定是投工减料的 真 这 这个事呢 不能全怪韩厂长 也 也 也怪我 不是 他之前呢 给我报了一个新价 说这个 指甲上仗啊 成本增加 但我觉得 考虑公司的利益 我没同意 他可能就为了保证 自己那块吧 就用了 也就成长了 你们这都不是正经做生意的方式啊 咱们公司接的都是高端客户 看中的都是活动效果 怎么可能介意那一点点成本上涨呢 有多少钱就报多少钱呗 还有啊 你要跟那个韩厂长说 叫他不要因为那一点点利益 就把口碑给做砸了 影响失大 划不来吧 明白 明白 那个 你放心啊 我一定严格贯彻你说的话 你怎么办呢 指的事我来定 绝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 这老韩呢 这个人确实太不容易了 我一直也想 过去也没出过这种问题啊 做生意嘛 做熟不做生 莉莉 那个 今天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奥利贵也会去 所以现场有一点 你说了 人生总有意外嘛 没关系 谢谢啊 这不不信啊 莉莉姐 怎么了这是啊 今天的活动又被这个 泼派和奥利贵给搅拂了 奥利贵啊 他怎么去了 我哪知道啊 这个张红星简直是我的克星啊 我看也是 莉莉姐 这次你别忍了 你都忍他多少次了 不行 我的任期马上就到了 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乱子 等我正式坐上这个位置 看我怎么治他 你今天这事情网站怎么说 要不要我去做些工作 目前为止 网站那边还没说什么 以后公司再有任何活动 禁止张红星出现在现场 放这儿 妈 回来啦 今天很早啊 来 吃饭 我叫姜老师啊 做了红烧鱼 张红星 你快尝尝 看味道怎么样 对不起 你们吃饱 我不饿 你这是累了吗 你看看他 平时啊 忙得不着家 好不容易回来早了 他又不吃了 那个 林老师 我进去看看他 好 你这儿怎么啦 你这儿怎么了 没事啊 就是有点累 那我帮你把饭端进来 不用 不用 你吃吧 我不饿 就算遇到再大的反心事 饭总得吃吧 这样身子会垮的 谢谢 我真的不饿 那我给你端进来 我能不能静一静 你不想听我讲话 你不想听我讲话 对不起 这样子吧 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请你吃饭 真的 好啊 您好 请问您要有什么甜点 有什么推荐的 这一种甜点是我们餐厅的特色 特意为恋人推荐的 那这个吧 麻烦请那个亲手过来一下 好的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 是这样 请问你为拉卡农吗 好的 没有问题 谢谢 今天怎么了 就是想请你吃一顿 比较精致的晚餐 您好 你们有没有查会员资格 这个人有女朋友 他凭什么要参加相亲会啊 你吃着锅里头站着玩的 这叫有意思吗 你今天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今天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那 要不你先尝尝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这么晚了 还给谁打电话呀 这红星为什么关机了呢 来来来 谢谢 不是 我说你们俩 上了天的班了 这 这刚分开没多久 这又打电话 你真是倾向有问题了 我给您说吧 不是 今天那活动现场 关美扬突然出现了 好像两人一言不合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谁赢了 你赢了 你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那么好事啊 人家没动手 是吵架 就是说话有点伤人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这就是天意 让他们俩呀 一见面就掐 这张红星我给您说吧 就踏踏实实地跟那个姜老师处吧 也是 其实姜老师真的挺靠谱的 但是他就是看不上他 跟关美扬吧 俩人还老碰上 真是天生的一对 你是不是又想睡沙发了 我 你们这些男人哪 就是属虑的 赶着不走 打着倒退 这好吃好喝伺候着吧 还这不满意 那不满足 我看 就不能给你们好脸 我去哪儿 真是 没我们男人 你们不都成女光棍了 女光棍更好 我还告诉你 丁长江 我早就伺候够你了 真是 说着别人的事 怎么影响咱们家的安定团结了 你们咋喝了 你穿休闲装都很好看啊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只要肯花心思 还有什么事办不到的呢 陆总 上回我好像跟你说过 最近我不想谈工作 我也不是找你谈工作 是因为上次跟你一起聊天 聊得非常开心 我是想再请你吃顿便饭 你可别拒绝我 行 那我去换件衣服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好看 特别漂亮 那走吧 走 咱们今天在这儿吃饭啊 这都是我的酒 喝起来方便 都是你的酒啊 你想喝哪一款 今天不是吃顿便饭吗 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你的诚意啊 陆总 你实在是太客气了 威卡 从一开始 我就非常敬重你的才华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想法 特别有主见的女人 那自从上次 在相亲会相遇之后 我对你又多了一层 其他的好感 我这个人有点笨嘴捉舌的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 既然我们相遇了 就说明上天早有安排 那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轨迹 所以 发展起来 陆总 看来你对我已经很了解了 可是我对你还是一无所知呢 你需要我提供一份简历吗 可以啊 还是你问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出生在澳洲是吗 不是 我出生在滨州 上学在德州 我现在我父母住在长岛 这么说你是美国人 不是 我是山东人 陆总 你可真幽默 叫我陆明好了 好 陆明 谢谢你请我喝酒 您能赏光是我的荣幸 谢谢嫂子 真好喝 真好喝 真棒啊 喜欢喝就多喝一点 还有呢 嫂子 你这汤包都太好了 有时间也教教我呗 你们哪有这时间呀 熬汤可花功夫了 是 你们要喜欢我捞给你们熬 嫂子给我来点 再给我来点 嫂子 这是干什么呢 我怕那个女朋友在给她们分汤吧 我怕那个女朋友在给她们分汤吧 分汤 这是搞得哪一出啊这是 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创意部跟福利院似的 她那个新女朋友 隔三差五地就来给她们送午饭 你看她们一颗颗 嫂子长嫂子短 嘴跟抹了蜜似的 脏子不光人长得漂亮 汤包得也好喝 对啊 就是 就你嘴甜 来来 再给你一点 谢谢嫂子 这个破坏业绩没整出来 女朋友换得倒挺勤快的 是啊 你说她把别急弄得这么乌烟瘴气的 像什么样子 谁跟娶的嫂子呀 那可是天大欧乎 是 你呀 多喝一点 越喝越漂亮 谢谢她们找两朋友了 李丽杰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跟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啊 从你上任以来 这个抛牌消失成什么样子了 你也不管不管 人家秀恩爱我管得着吗 那你可以宣布纪律 现在还能不能不许进工作区域啊 使用强权就是示弱的表现 再说了 那样能服众吗 那你就任由她这么放肆 是不能放任她了 得想个招敲打敲打她 Cindy 你好 Oliver 自然界的尾款到了 请您来公司签字领取 你们公司那个会计 他那儿有我的账号 你们让他直接打给我就行了 我们公司换领导了 财务制度也有些改变 您得当面签手 那行 那我过去一下吧 那请您下午四点钟 来公司一趟 好 好 谢谢 莉莉姐 你安排的事情 我已经跟Oliver约好了 好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Oliver一到 你就去财务客区 好的 我知道了 你去吧 莉莉姐 你去Oliver来干嘛 破败跟Oliver之前的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破败的那个现任女友 不是总来公司吗 Oliver一到 我就让她等在前台 这见证得多尴尬呀 敲打敲打 你去吧 下班了 老大 老大 我来的 下班了 中午的玩玩堂真赞 是吗 那明天再给你做 好 谢谢老大 拜拜 老大 再见 老大 Sindy 不好意思Oliver 让你等久了 你签一下这个吧 好 现金啊 对 财务部说这样比较好清算一点 好 你点一下吧 不用了都没开封 肯定不会错的 好 行 那我先回去忙了 谢谢啊 你们那个创意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是除了恒相的之外 当心 今天那么早下班啊 你来了 早就来接 大哥 辛苦你了 先走了 好 再见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上去找你呢 怕打扰你了 不用 那下班我们去哪里啊 啊 请进行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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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